你问说2024年有没有可能韩国瑜出来选 我觉得韩国瑜如果出来选他会感谢我 假如你是个人才高雄市长你韩国瑜是后当然也可以兼党主席啊 同样道理你今天有本事台北市长也可以兼党主席啊 只要你会打仗不要给人家将军啊受太多的限制 他如果是国民党百年难得一遇的政治天才的话 你给他权利有什么关系 就说假如我张亚忠是党主席 如果2023年到了五六月国民党的候选人出来了 我党主席无条件把兵权交给候选人 谁有本事谁来拿天下 然后最有本事把权利再给他 党主席退下来我党主席权利交给你 你爱怎么指挥就怎么指挥 党的财务党的组织党的人马全部供你调配 我党主席不讲一句话 我也不造王 我听你的命令办事情 各位如果当时党有这种规定 请问一下韩国瑜选择的时候会出现那些不必要的烦恼吗 所以我觉得今天从韩国瑜的事情 我们来检讨 检讨方面包括我们的党的制度有没有规范的不完整的地方 如果不完整可不可能临时来开个会来决定这个事情 但是临时做决定就必须要承担道德风险跟责任风险 这就是党主席的GUS的问题 我张老师跟这边做庄严的承诺 有这个机缘的话呢 我有绝对的把握 绝对的信心 把中国国民党从谷里整个翻过来 而且让中国国民党成为一个大家尊敬的政党 OK